郭德纲在采访时曾说过 有人说他是一夜爆红 他打七岁就干这行 说书唱戏唱大鼓 辗转江湖 差点濒临动恶而亡 可能是那一夜之后 你知道了郭德纲 但那之前他所付出的没人知道 如果能从活一变 他可能不会选择这行 如今德云社在郭德纲的带领下 有了自己的剧场 400多名演职人员固定的演出时间 德云社也成为排名第一的相声团体 风光无限 在风光的背后也饱含郭德纲的心酸 在德云社没有固定剧场 郭德纲还在为生计发愁的时候 可能是他最难的时候 都知道师娘王慧 为了支持郭德纲 当掉首饰 卖掉车子 那段时光 可能是郭德纲夫妇最难的时刻 而在那之前 郭德纲还有一段艰苦的时光 郭德纲三路北京 前两次可能种种原因 待的时间不是太长 第三次 郭德纲也是下定决心 要在北京闯出一片事业 而那段时光 可能是郭德纲最难的时光 没钱交房租 只能靠面糊糊勉强度日 因为没有固定的剧场 郭德纲只能坐公交 甚至走路回家 那一次是郭德纲唯一痛哭的一次 那次的郭德纲演出完 已经半夜十点钟 从沙子口走出来 走到沐西园坐车回大兴 半夜十点多 已经没有了公共汽车 怎么办呢 兜里也仅剩了两块钱 看着旁边趴活黑车司机 问他去哪 他心虚的说去大兴 他深知自己的钱不够 问司机 我这有块表 能给你抵车费吗 司机头也没回的就开走了 表给你能不能送我去吗 我挺理解他 没办法 郭德纲只能慢慢的往家走 他琢磨走路也是个力气活 用了仅有的两块钱买了包子 吃完了就开始往家走 路过一个桥 走到桥中间的时候 身后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 看着脚下踩着不大的地方 扶着桥杆 郭德纲的眼泪流了下来 几点繁星 残月高悬 这是郭德纲来北京之后 唯一一次痛哭 走到家时 已经凌晨四点多 脚上也全是炮 踩着这儿 扶着篮杆往前走 走到桥中间的时候 身后的大车 一辆跟一辆 回头一看 应那句话了 几点繁星 残月高悬 那心情特别难受 到这会儿忍不住了 眼泪哗哗的流 在北京这么多年就哭过一次 后来也有记者找到了那位司机 司机称 因为当时胆太小 后来也碰到过的几次郭德纲 但都没好意思打招呼 司机本身也挺愧疚 郭德纲自己也称 不怪司机师傅 当时那种情况 放在谁身上都会害怕 回头想一切都是好事 吃得苦中苦物 方为人上人 这没钱给了 谁敢要 所以说这可以理解 没事这个事早过去 其实现在回头想 当初这一切都是好事 那你不说苦中苦痛 哪能有后来这种心态 谢谢这个哥们 你还记得这茬 回家还挺内疚的 跟两口子说这事 大可不必 时时都过去 没时间上德约社来吃香 咱们好好聊一聊 赶场的事 郭德纲提到的不止这一次 还有一次也是因为赶场 那时的他住在北京大兴 而演出地点在蒲黄渝 因为剧场不给开工资 刚开始的时候 是坐公交车 后来开始骑自行车 但是自行车扎了有一个眼儿 刚开始自行车还能坚持骑一路 后来骑一会儿就得找地方打气 没气了就只能推着走 那段时光可能是郭德纲最难的时光 从那之后 郭德纲一步一步开始发展 有了自己的剧场 即使台下只有一个观众都在坚持这演出 橱窗内48小时的煎熬也能挺过去 郭德纲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郭德纲的一生可能经历的太多苦难 即使在江湖风雨 是苦难成就了郭德纲 也是坚持成就了郭德纲